高先生呢 你出生的时间是农历的七一年 正月初一 有时 对应的公历是七一年的 一月二十七 十七点到十九点之间 我首先要说一句呢 今年不是你的本命年 因为呢 公历七一年的 二月四号之后的一春 二月四号的一春 一春之后呢 才能算七一年的年命 你虽然农历 工艺力都是七一年 出生的 但你呢 还是七零年的年命 七零年的年命 属狗的 而不是 属猪的 这一点我必须说明 所有的预测 把子也好 秦顿家也好 全部是用节气来说话的 不会拿能力的出息来说 这一点你不信公白 你是属猪的 你是属狗的 不是属猪的 所以去年是你的本命年 这一点你要明白 从这个 从这个 拔子上面 整起来看呢 我们看到呢 你这个 身强 体贱 为了很聪明 性格呢 有时候是一种呢 比较 冲突的性格 表现出性格 特别急 同时呢 有时候又很聪明 说话呢 有时候 说的 跟你想的 跟你做的 就不一致 这是你的 性格上的一个特点 你从小呢 我们看到呢 受到的约属 还是比较多的 你的行运状况呢 我们看到呢 32岁之前 整起比较差 32到42 这十年 财运上 有一定的变化和转变 但是呢 仍然没有进入到一个 最佳的时期 还是显示出了 不具财的一种迹象 42之后 也就2013年开始 因为你是两岁八个月行的运 二到十二 十二到二十二 二十二到三十二 三十二到四十二 现在行的是 42到52 这个运质 这个运质当中 总体来讲 财运还显示不错 比前边那样 好多 尤其比32之前 还好多 但是这个运势当中 显示了走动性 比较大的一种状态 职业的走动性 体现的 主要还是正常 当然来的 32到42 这么一段时间 还有不少的偏财 但是这一段运势 也谈不上很好 42之后 你的运势 才走渐走渐 进入一个 很好的状态 这就是你 往后财运的 一个发展 我们拍到了 72到82 往后的财运 很好 你这样 差的运势 都在前边 第一步行的运 叫病 第二步运行的 叫死 第三步运行的 叫梦 第四步运行的 叫绝 老怕 帝王 少怕衰 中年最怕死绝胎 所以 在你的黄金年龄的时候 你正好行了一种 梦觉的运势 这就说明 中期来讲 还不是很好 42之后 你进入胎的运势 胎就是走战发展 走战壮大的一个运势 52行到养的运势了 62行到掌声的运势了 所以后边的运势 是越来越好 这是一个观点 那么呢 你的财啊 你是代表 你自己为润水 生在丑月 这个靶子 整体显示了 观萨望 深望 观萨望 这个呢 就说你啊 你也是具有领导 才能的人 你也地观尽贵 也能负责 其某一方面的事情 你有这个能力 所以呢 这是我们看到的 那么呢 代表你自己为人 生在冬天的丑月 身在冬天的丑月呢 这时候呢 水冷 头冻 木寒 火呢 处在一个呢 十分为弱的状态 你把此的喜用神 首选为木 四选为火 这就是说 你往你出生地的正中方向去 往正南方向去 对你都是很有利的 再下来你说 选什么行业发展最好 我们看到了 跟木有关系的行业 跟火有关系的行业 对你来说发展最好 尤其在四十二到五十二 这个运势当中 你呀 选择木火的行业 都是相当不错的 那木的行业呢 你比如说 能力 家具行业 水果这个行业 园林绿化这个行业 这都属于木的一个行业 它对你都是十分有利的 火的行业就相当的广泛了 火的行业呢 从大的方向上 互联网 它就是一个火的行业 同时呢 就是我们平时有说的 油电器 餐饮 艺术 这类的都属于火的行业 业链 所以呢 这个行业呢 这就是我们给你 启动的一个行业 和方位上的一个发展 趋势 当然了 这个行业 现在行业特别特别多 有的从整体方面 未必就是火的行业 但是你具体可能操作了 跟火的行业 有关系的一个事情 哦 这个通信电子 这属于我的行业 我就举个例子 你说北货商场 它是一个水的行业 流动的 但是你在北货商场里边 做电脑啊 宣传啊 这它又是一个火的行业 所以你对行业的区分啊 你不要太死板了 我的意思 希望你明白 对于自己来说 我们看到呢 今年啊 你的运势啊 上半年状态 不好 不是很好 但是呢 小鼠之后 就是7月7号 小鼠之后呢 你的运势呢 轴渐轴渐有所变 有所改变 你工作当中呢 能很好的处理 和领导的一个关系 和下级的一个关系 和同事的一个关系 所以呢 而且呢 我们还看到 今年的农历 六七月份 你呀 有一种很好的机会 和机遇 现在你的工作 虽然处在一种空的状态 平台处在空的状态 但是呢 六七月份 也正是有机会 有机遇的时候 你今年啊 我们看到呢 六七月份呢 会得到贵人的 垂信和帮助 而且呢 最晚今年能力的 九十月份 你的工作 会发生一种变化 和变动 明年浴室整齐状态 还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2021年更好 2022年啊 跟前讲 也很不错 所以呢 后边的运势总体状态呢 2023是贵宝 2023年 适当的时候 应该注意 自己的健康 这一方面的问题 因为呢 2023年 也是你幻孕的一个时段 交结幻孕 如同移花接木 这时候适当的 孩子要注意 但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2023年 近52岁以后 这个大运 到62这个大运 这个大运 依然是顺利和顺畅的 其他要注意的就是 你感情这一方面 不是很好 这个状态呢 也是把子里边带过来的 带过来的 这个呢 你目前呢 先把你工作的 这一方面的问题处理好 工作的机会和机遇呢 已经来了 已经来了 已经很不错 你要问的 未来的发展 才能很好 事业整体也显示是顺利的 我把你的运势呢 整体分了一个 主要分了三个阶段 32之前一个阶段 32到42一个阶段 42以后呢 是一个很好的阶段 方位 这个 再下来 我再说一下这个数字 火的数字是2和7 电话尾号 这2和7 木的数字是3和8 同样的道理 木的颜色绿色的 火的颜色当然是红色的 这个呢 就是从平时 服装啊 家居啊 这个车辆啊 这都要注意这一方面的 要注意这一方面 这叫人体 命力丰盛 你自由 把你自己 识做的很好了 你自己的运势 最佳状态 你才能承受 外界的 所有的财富 这个很重要 这是命力丰盛的内容 其他的人体没啥了 不是你的本命年 今年我们看到 现在呢 也没有什么 更大的要注意的地方 好不好 就这样 不我